渗透作为一部老剧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尤其是由杀意扮演的许忠义 很好地演出了小人物的无奈 在剧中 他因为被李大姐感化的缘故 主动交代身份加入了共产党 但是许忠义真是因为感动 才选择这样做吗 其实并不是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许忠义加入共产党的真正原因 首先先来说一下许忠义的为人 他在军统中的表现 可谓是阿谀奉承八面玲珑 把电小二的形象演绎到了极致 举手投诉间尽显一副奴才像 杀意扮演的许忠义堪称入目三分 不知道观众们有没有仔细观察过 许忠义的大多数出场都是微拱着背 这一点很好地印证了他的性格 但实际上这些只是他表面的伪装 甚至可以说是他的生存之道 没有背景没有势力的一个人 竟然能在重庆混得如鱼得水 许忠义其实是个很有智慧的人 只是隐藏在了他的油腔滑吊中 试问像许忠义这样的人 怎会甘心为了某个势力效力 许忠义加入共产党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军统 军统是个地方 那是人吃人的地方 上一秒可能是兄弟 下一秒就会暗中给你一道 这一点在剧刚开始的时候就很好地印证了 许忠义给顾宇飞送电池的时候 还给留守的兄弟带了饭 表面上双方都是笑嘻嘻 接着因为许忠义破坏齐公子计划的缘故 他直接被留守的兄弟压了下来 那脸色瞬间就变了味 估计那时候肚里的饭还没有消化 与其说军统看的是能力 倒不如看的是背景 许忠义也非常优秀 虽然在军统内部培训班的成绩最差 但是并不代表他不优秀 之所以成绩差 是因为许忠义惧怕打枪 其他科目基本上都是领尖的 为何混来混去还是一个科长 说白了就是他没有背景 再看看齐公子 齐公子的成绩也就比许忠义好一点 可是人家一毕业就是校官 在这种对比之下 许忠义早就不想待在军统了 只是迫于升级 他没办法离开 这也是他会加入共产党的原因 换句话来说 如果他在军统内部有齐公子的待遇 或许许忠义也没机会 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刚好在他被贬去科长一职的时候 被派到了共产党内部卧底 在这里结识了李大姐白旭等人 不管是对他寄予厚望的团长 还是舍命救他的李大姐 都不是他被感化的原因 这些事情只会感动他而已 一方面是八路军对他的好 一方面是李维公的逼迫 所以许忠义只能选择共产党 接下来我们说说第二个原因 别看许忠义表面上总是溜须拍马 实际上他也是个有雄才大志的人 这一点在剧中曾经暴露过 于秀宁发现许忠义的身份后 非但没有揭穿他是卧底的身份 而且直言有钱大家一起赚 这时候许忠义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姐 只要你在边境给我开一口 我就能把钱给你换过来 这不就是四大家族的路数吗 他想形成一个大的产业链 把国军的军队 包括高官 全部拉进来 这个志向可谓是非常远大了 就连独具政治眼光的余秀宁 听得都是已经 理想对于许忠义来说是有了 接下来是不是就要有平台了 军统肯定是不行了 想在老蒋的眼皮底下进行 那可以说是痴人说梦 如果真要按照许忠义的理想进行下去 那么整个国民党就不用共产党出手了 一个许忠义就能让所有人呈现 或许这样说有点夸张了 但是永远不要小看经济产生的效应 齐公子到了后来也学习了许忠义 他暗中施展了一个渗透计划 当八路军首长得知这件事后 说了一句话 国民党的几百万大军 都比不上齐公子的渗透计划 一旦成功施展 那么新中国早晚会沦陷 由此不难看出 经济能产生多大的威胁 为了能更好的施展雄才涛略 许忠义只好选择加入共产党 因为当时的他已经没有选择了 共产党确实为他提供了好机会 刚加入就被派到了沈阳当卧底 本来派给他的任务是探取情报 之后因为581仓库的事情 许忠义展现出了过人的经济头脑 于是组织改变了他的任务 命令他为我军提供物资的同时 还要渗透进整个国民党内部 许忠义当下明白了意思 利用军统成员贪财的特性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保护伞 这样不只能稳定为我军提供物资 而且可以施展许忠义的理想 这让许忠义非常激动 剧中还有一个小细节 也能展现出许忠义的野心 在渗透的前半段 许忠义的发型一直都是中分 这能很好地衬托出他的性格 但是随着剧情逐渐进入高潮 许忠义全力上升的同时 发型也变成了大背头 由此不难看出 许忠义并不是真的没本事 只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不得不说 许忠义是个非常聪明的人物 他明白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 更明白应该去依靠那些人 所以他能在各种地方混得风生水起